首先在一个人数上千的军营之中 可能只有不到一百个未安抚 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为了军营里面最为特别的存在 日本军部的士兵会不断地欺负他们 以此来彰显自己在军营里面的绝对地位 到了傍晚的时候 这些女人的帐篷外面就会排着无数的日本士兵 在进入未安所以后 他们能够和哪个女人发生关系 完全看完当时的具体情况 按照日本军部的规定 这些女人接待一个日本士兵的时间不能够超过二十分钟 每一个日本人为了能够尽量和这些女人待在一起多一点时间 都会选择脱光裤子再进去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将这些女人当成自己的玩具一样 不停进行这个羞辱 一个晚上一个女人最少要接二十一个日本士兵 部分军军营甚至还会出现一个女人 接待六十多名日本士兵的可怕情况 其中有一个卫安府 让这位清华老兵记忆格外深刻 对方是一个只有十一岁的小女孩 在刚刚被带回卫安所的时候 所有的日本士兵就显得非常兴奋 日本长官在将他带回自己的房间 欺入一番以后 其他的日本士兵就将他拉到了外面的草地之上 我们下期见